好我想先問一下幫我們按鈴一下 今天這個氣氛感覺又蠻好的 本來是很擔心的外資一直賣賣賣 今天感覺台股回神了 是不是繼續看好 年紀這樣晶晶漲上去 這個是2比1 兩個人贊成一個人 這個女生比較保守 會說說還要再想一下 這個 敏寬你先講好了 這一波的行情 可能很多人會嚇一跳 特別是看到前幾天 我們先從大盤線圖開始來看 第一張大盤線圖 這一波大家都說這個叫做 萬事如意行情 可是到了萬事如意之後 上檔出現的連續5根的一個黑K線 那這5根的黑K線 大家要去找那個戰犯 就說這個到底是誰賣的 結果一出來 哇看到誰賣的 大家都嚇一跳了 結果是誰賣呢 我們來看外資 外資在連續幾天的時間 12月10號賣了143億 12月11號賣了21億 12月14號賣了37億 到了昨天 哇痛下重手大口氣打了165億 請各位注意 重點你先放在昨天 等一下我來跟各位講來龍去賣 因為你如果每天每個禮拜都有看這個節目 你會看得懂外資在幹什麼 那我們再看看外資的空單 外資的空單 請各位注意 外資的空單 他們從之前的992口鹽入檢 到了昨天不是賣很多嗎 我們把兩張圖並在一起 當他去殺下165億的時候 他的空單就回補了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他的空單就減到剩341口了 那我們去看到外資賣 賣誰呢 賣台積電 賣了聯電 賣了大力光 賣了金財 賣了大銅 金財今年讓很多人很餓 為什麼呢 之前我們來跟各位談的時候 不到100塊 現在漲到快200塊 好重點在哪邊 重點是你要知道法人在想什麼 法人在想什麼 這一波我一直有跟各位談論到 這一波的行情是往上走的 可是往上走當中的話 今年到了11月份 所有的法人他們的競標就結束了 那為什麼呢 每個人口袋都賣個賣個啊 大家都賺大錢啊 績效都好的不得了啊 那績效好的不得了 我問各位 今天不管你是外資 你是基金經理人 除非你是初次的那幾個 這些人 他們來到這個地方 要嘛就等八年終獎金 要嘛就是明年等著要跳槽 那這時候要怎麼辦 做持股調整嘛 該獲利的就獲利嘛 該放口袋的就放口袋嘛 該交公司的就交公司嘛 所以這個時候很多人 他會做弱貸為安 所以以前幾天的一個架構 他非常清楚的告訴我們 這個是12月法人績效的總比較 那總比較 你說法人來到這個地方 我再問各位 台積電今年從年初到現在 最低點到高點漲的超過一倍 聯電從最低點到高點漲的 接近兩倍 隨隨便便好多的個股喔 即使這一波好多那些什麼口罩股 生計股 之前漲十倍 現在腰斬也還漲五倍 那我問各位 他要不要賣 第一個他一定賣嘛 然後再來 起始結算是一個關鍵 我再把這兩張圖來做一個連結 我們把台股的進空單 跟台股的一個外資 當我昨天看到市場上一片恐慌 看到 哎呦天啊 外資居然大賣165億耶 後面該怎麼辦 好多人都說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說今天晚上就不要美股大漲 今天晚上美股大漲今天台股一定噴 那各位今天排股到剛剛我看 漲260點 那為什麼今天台股能夠漲260點 那個理由我們等一下再說 但是我們說目前把人的績效 從低檔中檔的換手 一直到高檔的一個操作 他目前的績效是穩扎穩打的 今天起始結算完之後 我們台灣的起始結算在星期三 美國的大精彩日在星期五 為什麼呢 3 6 9 12是每次的事務日 這一次事務日迎接的是大行情 為什麼是大行情呢 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 拜登昨天選舉人團正式蓋完章之後 他已經是確定 每一年他就是美國總統了 那他拜登未來三大政策 方向是很清楚的 消滅疫情 振興經濟 節能減碳 這跟台灣都有關係喔 消滅疫情 振興經濟 節能減碳 拜登他要這麼說 昨天蘋果傳了一個消息 說要對台積電砍單 劉德映出來沒砍單 蘋果說什麼砍單 我們還要再加單 所以就目前的一個架構 再跟各位談喔 這一波的法人的tempo很固定 這個是他看得到的 之前的調節 那個是在做所謂的一個 為明年來做準備 這個是法人績效的一個結算 就目前來看 資金非常非常多 經濟狀況非常非常好 投資人不需要自己嚇自己 OK 好 還是看好 那所以來問一下鄭錢 鄭錢剛也是覺得可以繼續的 這個看好 這個外資一路今年在賣 已經超越金融海銷 賣了6000億 今天台子期 今年最後一次結算 那今年台股又穩得起來的感覺 氣氛變好了 差不多賣完了嗎 我跟大家講過很多次 在這幾段聽 我說不是 是不能跌 不是不能跌 是沒有辦法跌 請問你要讓誰跌 我就說 我不是說看好還會無限制的漲 但是我看不出跌的原因 聽你還記得嗎 字典裡面找不到跌的理由 對 我的字典 沒有下跌 為什麼 因為台積電占了三成 那外資的ADR 比你貴了15% 它都在買 然後我們最幹全值的就是半導體 半導體還是全面的上漲 請問你給我一個理由 那我再說了 紅海不會漲 但跌不下去 富邦金 本益比幾倍 6倍 6倍你要叫它跌 所以我講 個股可能有高低基期的調整 有些股票漲上去了 很會修正 漲上去再修習 都有可能 可是指數很難跌 因為我們不知道指數要靠誰跌 所以在指數的空間裡面 我只能說 就跟著美股看個好吧 Network創新高了 稻窮也穩在3萬點以上了 大家不要再自己嚇自己了 好吧 OK 繼續看 這個匯出剛是比較保留一點的 對 其實我覺得就大環境來講 資金變很寬鬆 所以真的是沒有什麼下跌的理由 但是因為今年股市真的漲太多了 所以我是要提醒各位觀眾朋友 這大概有幾個現象 因為第一個就是 因為最近外資在賣 因為外資要休假了 所以外資已經連續賣了300多億 然後第二個是因為 這個勞退基金的事情 所以最近兩週有傳出來說 在精簡投信 所以投信的動作 也就變得比較保守 再來加上那個壽險公司 他們開始也要做一些 獲利了結的動作 所以其實在年底這一段期間 是比較 就是說 反而他們都站在賣方 那其實你看 就是最近的行情 它其實波動是很大的 我舉說 其實像今天大漲200多點 可是昨天其實那個盤面 看起來又好像 好像要往下跌了 那前天我記得MOSFET 好像全部都漲停 結果昨天又大跌5、6% 所以其實這個行業 是真的蠻難做的 所以我就覺得說 其實這個資金面 真的對股市是好的 但是也要有點居高思維 那如果我們都不知道 怎麼辦的話 那就只好問算命 那其實 我以為你要講哪一招 問算命 這個其實 因為今年是庚子年 大家都覺得 已經走到農曆11月了 所以其實應該已經要過去了 差不多了吧 但是其實農曆11月 因為它是物質月 因為他們會說 那個年跟月 一個是庚子 一個是物質 那年跟月會對沖 所以他們說 其實11月 不太適合投機 所以我是說 如果大家都看不懂 那就算命 也許可以參考一下這樣 職業不設投資 聽說你本來有買聯電是不是 我本來 沒有我本來 聯電已經獲利了結了 就它繼續大漲 那它漲到五十幾塊 我想說 那已經修正到四十五了 應該可以買 結果我昨天一買就套牢 還好先賞 不過今天就解套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這個行情就是說 你有時候下去買的時候 你很容易套牢 但是如果你是那種 必須要當鬆的人 你可能就馬上賠錢 但是如果你可以等待的話 其實明年半導體還是蠻好的 所以我覺得 為什麼這行情很難跌下去 就是你一跌 就有人會想買 比如說聯電已經從五十塊 修正到四十五 那我覺得 好像有點修正 可以慢慢去減便宜了 對 OK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剛剛講的外資賣的第一名 就是我們大家最愛的護國神山 被賣了172億 那今天也看到這個劉德英說 對明年是非常的樂觀 叫大家重新看待這個所謂供應鏈 那麼最近當然看到很多 這個漲價行情漲漲漲漲漲 很多這個個股都有反映 晶圓雙雄也傳出來要漲價 12吋的代工報價 取消往年折讓的慣例 等於是變相漲價 8吋的破天荒禁價漲幅三四成 漲成這樣 對這個股價我問一下好了 台積電這個時間點今天又來到510幾 可不可以買進 還來得及買嗎 長期還短期 長期還短期 你用證明很難回答 長期可以短期沒有人看得懂 可以買嗎 這個時候可以買嗎 可以啊 這個政協馬上都按 那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啦 都可以 好 政協先講 那外資賣錯了 外資的策略有非常多 大家不要以為外資就是很單純的 台積電其實在SCI裡面是被調降的 所以在被動基金的調 本來就必須要賣出 所以我想要跟大家 外資不見得是看好看賣的外出 它有非常多的策略的一個狀況 也可能在亞太之間 它做一個調節的一個動作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想提醒大家 那台積電的基本面我想不用我說 待會我再把基於人代工再說明一下 我只不斷地提醒 台積電現在叫做孤位概念股 孤位 大家有看過這部好電影嗎 孤位就是全新全新的 我們只做好一件事 在先進制程上 它已經在毫無對手了 它不是在跟別人比拼 它是跟自己比拼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我認為台積電 就只會越來越往上面走 評價也會越來越高 我再次強調 今天有人說台積電本益比很高 台積電不是跟本國的本益比比 台積電是跟廢層半導體比的 整個廢層半導體比較的話 台積電的本益比22倍 而且靠掉LaVara 美光這種記憶體浮動比較 波動比較高的以外 其實台積電在沸騰半導體裡面的 本益比都相對的偏低 所以為什麼美國人 為什麼外國為了ADIR買超 15、6% 原因就是他們認為這個價格 依然是便宜的 所以說台積電本益比 還會越來越來越來越多了 所以說台積電本益比 還會越來越來越多了 所以說台積電本益比